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在昨天韩版发布了7月份第一周天堂M的更新内容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契机有哪些 昨天没有提到的有什么呢 有那个圣剑的技能调整有内容 还有奥曼之塔更新的之塔BOSS掉落箱子的内容 以及周末制作的箱子能开到什么 我们都还没提到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吧 直直接看重点 首先韩版本周的重点活动 奥曼塔跟信念之塔100%掉落物品 我们直接看信念之塔1到3楼的BOSS掉落内容 基本上每一层楼的BOSS箱子都可以开到神秘娃娃卡英雄 然后有一定几率可以再开到那个 它的王专属装备 比如说三楼最高级的耳环跟手环之类的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内容 圣剑调整的什么呢 那圣剑在这个礼拜又做了一些BUFF能力 第一个第二经济化身 它多了一个移动速度提升的能力 以后追击会更可怕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神圣追击者 就是位移技能 它改善了那个技能的使用判定 第三个就是神圣回复至尊 最强的三阶返平 它原本的霸体技能结束后可以回复HP 那现在把HP回复的量 改成生命百分比的回复 变得更强了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神圣保护 小圣剑跟大圣剑 它把持续BUFF时间延长 再来就是判断 这个技能就是丢盾牌那招 它把MP消耗减少 并且新增了击杀敌人后 可以直接重置冷却的能力 最后一个神圣那个时间消除 它把MP消耗移除了 它不用耗魔 等于说这以上的更新 让圣剑变得更加强大 第二个改动就是 将狂袭跟附魔武器混乱 1到3的BUFF说明做的改善 好我们下一个要看的就是一个 要大家提前准备的东西 就是周末兑换 在这边 好这里 盘版7月8号的那个周末制作 我们都知道以往有出那个 120万变身娃娃币兑换的蓝卡 那这一次出了一个240万的 变身卡选择箱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呢 我跟你们讲它里面东西很特别 直接往下看 它需要消耗240万变身币 可以换到这些东西自选的 这些 稀有的红卡 有哪些 赛巴斯迪安 光头 觉醒炎魔 焚炎死骑 黄金死骑 还有梦夜之岛四大守护者 跟欧灵痕迹四大四支四射 都可以换到 所以如果你有缺这些卡片的话 请提早准备240万变身币兑换 台版跟韩版的差距已经不到一个月了 所以大家要赶快准备一下 然后接下来 韩版的本周更新其他的细节 就大家请参阅啦 好以上就是本周韩版 更新的完全全部内容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掰不